朋友们好,我是老宋,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砍大山 老宋认为啊,我们大多数人其实内心都想做一个善良的人 都有一颗向往美好的心,我认为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 但是为什么生活中我们大多数人做不到呢? 没办法,因为现实生活太残酷,真相太扎心 如果你做这样的人,你就会吃亏 你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不如意,你生活就不会好 所以没办法,这个社会就像一个大眼睛一样 我们进去了之后,在里面摸他滚打一番之后,就变了颜色 虽然我们大多数人可能不愿意承认这点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真相就是这么残酷 那朋友说,事实什么样呢?咱们来举几个,你看看有没有道理 第一个,在生活中越善良的人,越老实的人,脸皮越薄,心越远的人 你就会越吃亏,越被人欺负 而且很少有人是对真心对你 他们都会说,吃亏是福,但就是扯淡 吃亏就是吃亏,吃亏怎么能是福呢? 他让你认同这句话之后,为什么?他好占便宜啊 是不是?吃亏是福,你吃亏吧,然后他好占便宜 怎么他不吃亏呢?就让我们成为吃亏之福呢? 是不是?我始终认为吃亏就是吃亏 从来没有福气一说 反正,你看那些强势的,圆滑的,脸皮厚的,心够狠的 这些人,越活得很好,越能占到便宜 好多人还对他们都挺好 追随着他,不信你看啊 如果这两个人,一个是那种善良老实,脸皮薄,心远的人 一个是那种强势,圆滑,脸皮厚,心厚的人 他俩如果起了冲突 你看大多数人都会向着那个强势,圆滑的人 啊,怎么怎么样,他做的不对,你说的不对 结果指责老实人 现实生活中就是这样 按理说,道理来说 不应该这样,但是现实生活中 他就是这样 哎呀,趋害必利 人人都会这样 趋利避害啊,人人都会这样 是不是? 第二个 在这个社会上,你成年也好 不成年也罢,钱 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 嗯,有了钱 你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上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难题 可能只有那么一点点 不是用钱解决的 是不是?嗯 有人说,来我解决不了这个 那只能说明你钱不够多 说钱不够用的人 大部分是要么你赚不到钱 嫉妒啊,只能这么说 要么就是你钱多得花不完 装清高罢了 我常说一句话,没有钱 你跟人家谈感情,谈友情,谈亲情 别闹了,用啥用嘴啊 大家都挺忙的 你说是不是? 有了钱 你就有魄力 你就有胆量 你可以用钱,有爱心 你可以有能力 你可以有经验 尊严 这些都靠钱来支撑 不但这些东西能支撑你自己 就是你父母 你有钱了 他们都有尊严 他们在亲戚面前 朋友面前 都直得起腰来 都得抬起头来 都很有尊严 你承认不承认 如果你过的啥也不是 你没有钱 你很卑微 你的父母都在人前 抬不起头来 这就有句话叫什么 钱是人的胆 只是负的微 就是这样 承认不承认呢 哦 这四点 第三个 朋友们 那些夸夸其谈 谈成功经验的 说的大多数假是假的 什么一天睡三十个小时 天天如此 我就不相信 你怎么没困死呢 你还有精力吗 怎么努力奋斗 我听过一个最有意思的 有个小故事 说我呀 说你怎么成为父母的 怎么这么有钱的呢 我呢 当初就一百块钱 然后呢 我用这一百块 进了什么什么水果 我努力除掉市场去卖 卖了一百五十块钱 第一天挣了五十块钱 第二天 我用这一百五十块钱 又去进 什么什么水果 我挣了一百块钱 第三天 我又去进 然后说 那你就成为富豪了 第四天 我继承了一笔遗产 所以就成为富豪了 是不是这样 他们 只是说了自己的一些 奋斗史 或者一些什么 但是真正如何赚到钱的 如何成为富豪的 他们都不会告诉你 可能也不敢告诉你 所以听他们这些成功经验 你还不如去听那些失败者的惨痛经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失败者的惨痛经历可都是真的 他们是怎么失败的 可都是摆在那里 最起码你听了之后对自己是有用的 你可以知道这些坑是真实的 以后在生活中 在 那么你可以避免这些坑 对这些坑可以加以小心 你少掉一个坑你就是成功了 你说是不是 所以老师认为 听那些失败者的惨痛经历 比听那些成功者的夸夸其谈 更有用处 你承认不承认的 这是第三个 第四个 我们人呢 如果你想走下坡路 你想自甘堕落 他那你放心啊 你快得很 为什么快得很呢 没人拦你 也没人拉你 你可以一路向下 没人阻拦着你 哎呀不要下不要下 没人这样 你可以一路向下 最多人还想 别往下走了 那你继续往下走 他说你看 我劝他啦 他也没听着啊 他也不听啊 我也拉不住他呀 哎呀没办法呀 是不是 没人拦你 但是反过来 你要想走上坡路 你要想出人头地 那就不一样了 那这是一步一个坎啊 你为什么 你前面的人 谁都拦着你 凭什么你过呀 排队 你不许过 拦住拦住啊 和你一起的 一样的人呢 伸个腿半的 绊倒你 嗯嗯 还跑 还跑得挺快 我绊倒你 一不一个坎 你身后的人呢 扯着你大嘴 还跑 还跑 给我回来 哎 谁都不要你快呀 所以出人头地不容易 成功才这么不容易 往下走 才那么容易 所以你要明白 为什么你往下走容易 就是因为 大家都鼓掌欢迎 没人拦着你 当你往上走了 扎着 瞅着你 都翻项 都想拦着你 所以朋友们 你要想出人头地 靠死你 就是很难 所有人都会拦着你 你说老宋说的 有没有道理 第五个 老宋今天不说多 就说最后一点啊 第五个 你说什么人最可怕 有的就是 小人 恶人 坏人 杀人犯 都挺可怕 是不是 这些人都挺可怕 但是呢 这些人呢 我们 我觉得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最 不行 我们可以离他远一点 是不是 有一种人最可怕 就是什么 极度理智的人 这种人 你要和他接触你 发现他是特别特别理智 任何事情 他都能给你分析的 头头是道 怎么走 最有利益 怎么做这件事 最优于你的选择 哎呀 那分析出来 那选择 非常明确 非常准 有些人说了 这不是好事吗 啊 这这 跟你分析的这么准确 这不才是好人吗 这点为什么还是最可怕的人呢 我打个女孩 前两天看新局 就是那个姐姐 给他弟弟分析的 头头是道 他父亲是不是说过他一句 别分析了 你把什么都分析的 头头是道 最后把你弟弟分析死了 难道和你没有关系吗 为什么老宋说 这种人最可怕 因为这种人 在他那里 没有任何所谓的 感情因素在里面 他认为 所有的东西 只有对与错 没有感情杂念在里面 我只会选择对的 我只会选择 就优于我的路 最后会选择 对我利益最大的 这条方法去做 哪怕你是他很重要的人 很重要的东西 在这个时候 他觉得 这次正确选 他会义无反顾的放弃你 断言的放弃你 就是这样的 在他们眼里 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棋子 都可以气的 就像你瞎上其次的 我用马换了你的炮 这是我最优的选择 这个马我气了 你就是他的一匹马 朋友明白这样的意思吗 你想一想 这样的人不最可怕吗 你只是他手里的一个棋子 随时 如果你不是他最优的选择 他都可以放弃你 而且这样的人 你大多时候还很崇拜他 你不知道啊 你很崇拜他 你很 哎呀我还出卖你了 用你你 你给我 我去路爱一区 我愿意为你去死 然后他这边 首先去吧 死去吧 走吧 拜拜 你死去吧 是不是这样 你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哎呀这就是老宋 啊 总结了几点啊 社会向了大眼纲 给了我们这些新人像 可能我说这些 有人会反驳 有人也会不承认 我不是这样的人 好吧 可能你不是这样的人 可能你超凡脱俗 但是这个社会上 大多就是这样 大多都是这样的人 是不是这样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宋 看大山 小朋友们喜欢老宋 关注老宋 咱们下回见 拜拜